25萬一次 25萬兩次 好 25萬成交 議長戴錫青化身拍賣官 親自拍賣市長蔣萬安捐贈的中華隊棒球衣 藍色這件是王貞智在大巨蛋開球的球衣 白色則是台北大巨蛋第一場雅錦賽球衣 上面都有蔣萬安的簽名 兩件分別以5000元及1萬元起標 在一陣熱烈競標後 最後兩件球衣都各以25萬元高價賣出 20萬還有沒有 25 終於追上我們另外一件的價格了 因為每四年的12月25號 其實都是我們台灣地方各議會 跟縣市首長的就職紀念日 那為了讓這樣的一個就職紀念日 能夠彙整更多的善心 然後回饋社會 所以我們特別發起了 這樣的一個二手衣慈善意脈的活動 那也非常開心得到很多議員們的響應 包括我們跨黨派的各議員 不分年齡大家都慷慨減 然後捐出非常多的議員 而且有很多都是全國知名的議員 所以也非常感謝今天在場 有這麼多的民眾也好 大家熱心來參與 那更感謝媒體的報導 讓我們這樣的活動能夠順利圓滿成功 的確因為本來總共捐了320件 除了我跟萬安市長兩件拍賣的之外 其他我們初估一下估計價格大概來到十幾萬 那因為萬安市長兩件就賣了50萬 那我這兩件也賣了25萬 已經75萬了 所以這次會有機會可以逼近百萬大關 也非常開心有這樣的一個成果 能夠回饋給更需要的團體 它是我們這次亞警賽中韓大戰 而且又是贏球的球衣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勢在必行 一定要把它拍下來 可能會把它表框表起來放在公司吧 今天我有這個榮幸做這個上市 這一件我會把它留長者 也希望我們台灣越來越好 議長戴席親也捐出數十件二手衣 其中這件黑色潮牌外套在現場拍出了十五萬元 戴席親說自己是五月天樂團的忠實歌迷 每次去演唱會就會穿這件潮牌外套 大概已經累計了十多場的演唱會 十位一次 張國班 東哥不錯喔 那個感謝 為了想應這次十三二手衣的意賣 我特別捐出了跟了我很多年的 也是五月天主唱阿信 他所投資的一個潮牌的一個外套 那這件外套跟著我帶著小孩 參加很多五月天的演唱會 對我來講非常有值得珍貴的回憶 所以特別捐出來 也非常感謝我們今天所有來的貴賓們 用了十五萬的價格把它拍賣下來 也希望這樣的一個善局能夠 引發大家更多的善心 來支持需要回饋的團體或個人 這兩件只是其中兩件 因為一件賣了十五萬一件賣了十萬 另外我還捐了數十件的 包括外套襯衫等等的 大概整個一架那邊 捐的數量是最多的 那也特別感謝我們外奈市長也捐了兩件 我們雅錦賽的一個棒球應援團的球衣 那這兩件球衣也各賣得二十五萬 也捐了五十萬 那得了這樣善款我們會捐給需要的慈善團體 今天不下架 上架二手一 為了慶祝議員就職週年 台北市議會在議長戴喜親的號召下 首度舉辦議員二手一愛心意脈活動 跨黨派議員都紛紛捐出二手一 就連在衝刺立委選戰的議員 也抽空參加 愛心不落人厚 大家各自宣傳一下 因為今天是跨黨派的 可是我們今天的採訪通知有上面寫說 今天不下架任何人 今天只上架二手一做公益好不好 OK 因為那個五件衣服都是我太太的衣服 那跟大家報告我們家的臥室是這樣 那個女生的衣櫃永遠是不夠用的 挑了五件齁 他很喜歡 但是現在可能穿不到了 不知道是因為太胖的關係還是怎樣 變壽了最紅的手 確定要回家嗎 為了想要我們一找這麼特別的活動 他凌晨三點還打電話給我 對凌晨三點 而且我們確定是七十的 打電話問我說今天可以戴什麼樣的衣服 所以我就接著他電話之後我也睡不著了 我就開始把衣櫃裡面翻一翻 我找到我最買最貴的一件衣服 不過陳友誠說他覺得這衣服很漂亮 所以我就跟藝人請交架 給陳友誠跟民眾打來交往裡面好不好 如果穿起來不合身那就尷尬了 我去年因為選舉瘦了15公斤 所以所有的衣服連我拿去給人家修改 那個褲子拿去給人家修改 修改衣服的老師都說你這不要修了 差三個尺寸不要修了 對對對所以我去年就 前一陣子就重新替換了一批的衣服 但我可能又快要替換一批衣服了 因為我現在又變胖了 所以我的衣服都是因為變胖變瘦變胖變瘦 那為了讓大家看一下這件衣服穿起來是什麼樣子 也為了讓我自己保佑 最後一次穿這件T恤的衣服 這個是我非常喜歡的動漫晉級的巨人 25號拍賣會當天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與林憶華 也率市府各局處首長到議會共襄盛舉 讓拍賣會現場熱鬧非凡 累計至25號中午就賣出88萬元 募得款項將捐給台北市市青兒福利基金會 記者林憑慧台北報導